哦我就直接幫他把這個球縮小一點點 怎麼縮小呢 我就加一個level 好接上來 好level我們知道level是幹嘛的 調你的色階對吧 我把比較大的比較暗的這個部分的色階往上調 也就是說我暗的色階我不要了 把它變成黑色的 也就是說我整體的來講 我材質就往上變得比較小一點點 這樣看懂我意思嗎 好變得比較小一點 我的彩線就比較不會說踩歪掉 當然這不是一定要住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有時候很不好調的話 你把這個稍微調高一點 讓它縮小一點點會比較好調一點 好來shift the level 好那這樣子 其實我中間只是多調了 你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之後 然後裁切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我看有區域可不可以再加強 你看這邊就跑回去了 在這邊 好像這樣跑 好看一下這邊沒有什麼問題的 哇好那接下來我要把它散步出去哦 這個好像踩的不太對極 點兩下 這個可能換一顆 換上面這一顆哦 好好 那呃 點兩下 好像這樣子 現在沒有裁切到邊 否則很難看哦 好 然後再來哦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基礎的底了 然後我希望在這個地圖 基礎的底上面加上三顆不同的石頭 三種不同的石頭 那後來尖叫出來 你幫我找一個叫做shaper S-H-A-P-E shaper shaper什麼 shaper的splatter splatter叫做噴灑 那時候我把這個形狀 我把我預設抓好的形狀 整個灑在我的地面上 這樣子的意思 OK 我把這個按下去之後 它會多一個splatter 好 它會有一個 來 看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background height 基底的 底部的高度 底部的高度是誰 底部的高度是這玩意 結果了 好 基本的 然後再來 pattern1 就是說我可以放上一顆石頭 可是我現在做了三顆石頭 那我就把這個點兩下 他去找一下 他這邊的pattern pattern pattern input number 我要輸入幾種不同的石頭 預設置一顆 我改成兩顆 改成三顆 我要三顆石頭 這邊就有pattern1 pattern2 pattern3 看到嗎 OK 就把這個 1 結果1 2 接到2 3 接到3 看到它那邊 好 這樣基本就 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 預設置是很規則的 整個鋪滿的上面 簡單講 我有三種石頭 三種石頭 不規則的整個圖欄上面 這樣子 OK 但是其實還就是 一開始它就像尺寸一樣 比一點的 好 效果不明顯 來 我們把這個圖就按shift拉過來 接過來 大概像這樣 好 這邊有個放大的 如果你要看放大一點 如果雙螢幕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放大一點 不過越大的話 其實越吃 支援 所以你自己 要覺悟 大概像這樣 開始會累得 有沒有 我用1024而已 有沒有很高 好 那 如果按一下這個 就是縮小回去 回到原本的位置上面去 這樣子 那我們靠近一點看 好了 來 好 簡單來講 所以到這個地方 看有意思嗎 spreader這樣接上去 這個還OK吧 好 所以這個作為機體 接上去 然後再把這三個石頭 鋪上去 這樣子 在你的 input number 輸入 這樣子就可以了 亂數的排列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亂數了 來 幾個東西 第一個 size是什麼 然後 石頭的 石頭的 就是你輸入的石頭的大小 那大小的話 random是什麼 亂數 對吧 所以我如果把scale random 拉下去 我的石頭就會有大有小 對吧 跟分子系統其實蠻像的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大概多大多小的誇張 那我整體的石頭 如果都要很大或很小 你在上面scale這整體去調大 或調小 這樣子 看過我意思嗎 可以吼 這第一個 然後再來 再往下 No overlap 不要重疊 我看一下 不要重疊 應該會有用嗎 欸 其實跟size差不多 雖然不關他 好 那我這邊就先用1好了 就不去動他的size 就先用這個大小 你在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記得 我們像做鋪這種石頭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只鋪一種 會鋪 大的石頭 跟小的石頭分開鋪 這樣子 那這種是一種方法 然後 然後size再來 我這樣收下來 size再來 position是什麼意思 position是位置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現在石頭都是很規則的排列對不對 但是我不喜歡 position的話 就是你的位置 我可以random 看到吧 我的石頭就亂跑了 好 我的石頭就可以 跑來跑去 放在不一樣的位置上面 好 然後 平移的 水平的平移 垂直的平移 我想這個就不用理他了 這樣就可以了 rotation 叫做轉動 轉動的值 你這樣轉的話 你如果直接只是轉上面的話 是大家一起轉 這沒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一樣 rotation random 亂數 下去 大家轉的方向都不一樣 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樣方向的石頭的效果 到這邊看得懂意思嗎 OK哈 好 那再來 再往下 這邊rotation 這個其實就先不管它了 反正你只要看到random 就是亂數 位移的亂數 轉動的亂數 大小的亂數 對你來說就是可以圖上各種石頭的位置大小 不同 這樣子 我把size再稍微改大一點點 好 我不需要那麼多石頭的話 在下面還會有一個mask rotation 在下面會有一個height height是高度 我覺得這個石頭太低了 我希望它可以再突出來一點 來 height the height the scale scale 就是強度嘛 比例嘛 那個強度要拉高 高度的強度 譬如說1不夠 我就開到2 是不是開得比較高一點 石頭就比較多出 突出來 對吧 好 然後 這邊有個稍微要認識一下的詞 叫做 這個 conform to background conform 適配到你的背景上面 怎麼叫適配 來看一下邊邊 石頭的邊邊這個地方會有點刷刷哦 為什麼會刷刷 因為我們 第一個 首先我們的level這個地方 我們當初把黑色的部分給挖掉了 所以我整體的石頭都偏高一點點 所以它在合的時候 它並沒有辦法合到很剛好這樣附進去 conform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它 看得懂意思嗎 它可以在這個石頭 跟這個地面之間做一個柔和的效果 把這個地方就是比較平滑的塞進去 這樣的感覺 然後 然後 smooth conform background 你要不要表面 你這個地方要不要做平滑 因為你這個conform 一旦做下去 你的這個石頭原本是圓滑的 但是你這一conform下去 你會跟背景合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你把smooth拉高的話 看到嗎 石頭本 只有石頭的部分會變成是平滑的部分 反正其他地盤的部分還是不會改變 所以這幾個值 對你來說還是會用得到的 conform 和跟地面相合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然後 smooth把石頭的這個部分 表面的部分不要那麼凹凹凹變平滑一點的效果 這幾個 還有你剛才講的高度的scale 這個東西 OK 好 好 最後還有一個masks masks random 簡單講 如果你 我不需要這麼多石頭 masks是遮罩 random 就是亂數遮罩 我把一些石頭給遮掉 我不要 你就把這個按下去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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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像這樣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石頭的地面的效果 這樣看 有沒有問題 還行啦 好 其實這些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去處理 包括說 我可以讓石頭用特定的貼圖去改變它們的 或者是它們的大小 或者是它們的旋轉 不過這邊我們只先簡單的切入 你先試試看 再講一次 用一個shape splatter shape splatter 形狀的噴灑器 然後把你的剛剛切出來的每一個形狀 接在你的pattern這個地方 先找到pattern 先從pattern開始 pattern設定成三個 把你的石頭一三個接進去 如果你要接更多 我也沒接到 然後接進去之後 把你的底圖 接在最上面這個底圖 然後去調整它們的位移的 這個pattern先收起來 加小的亂數Random 還有它的位置的亂數 還有它的旋轉的亂數 還有它的高度 高度可以加強或減弱 然後它的conforce適配跟平滑 最後就是遮罩 你如果不需要那麼多石頭 把石頭增加 把Random增加 變得做掉這樣子 你就有一個基本的泥土地面了 這樣子好不好 試一下看看 來 先切過來